大家好,我手上就有一盆萼绘,就是多肉萼绘,珍珠萼绘的一种 我就是给它为了移植这种肥,两个月不管,只应在窗台边上不管 这里生长的比较好的了 那么这种东西实在其实就是一种水了 这种水就是多有型的水溶营养液,给它浇灌一次的 就是这种多有型的水溶营养液 这种多有型的水溶营养液里面所含的营养元素是特别的多的 比较适合这种多有型的纸软,消光是比较好的 那么使用方法是特别的简单的 可以用到一个尖嘴壶,按到2比500的比例 直接沿着花盆边缘,直接浇过透就可以了 这样启用一次,可以长达两个月的时间的 反正我这盘就是浇过了这种多有型的水溶营养液的 大家看一下,长得比较的好,比较的健壮,油油绿绿的 出状态了,大家看一下,状态比较好 所以在喂肥之后,最好不要给它随意搬动 随意搬动的话,它是很难长出状态的 可以参考一下我这盘,我这盘就是没有任何的搬动过的 就是坚持放到一个位置的 然后对着散色光照射,这里就长出了状态了 第二个就是说一下植料了,植料也是特别的重要的 植料用对了,它就能够快速的长根浮板 然后就长出状态了,结合浇肥就能够很快的快速的长出状态 那么这种植料是什么呢?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这种植料 是比较好的一种养花植料,就是多有型的专用植料 大家看一下,这些就是多有型的植料了 比较的好,这种就是我自己配记的 如果不懂的话,特别是一些新手,可以到网上去购买也是可以的 这种植料也是特别的便宜的 而且人间已经配比好了,买回来就可以直接摘种了 这样就不用麻烦自己去买回来 然后就经过配记,如果配记的比例不合适 它是很难浮板,很难长出状态的 所以就是按照网上或者是花卉市场购买的为好啊 这样是比较的容易生长的 只要按照这种方法去养护 没有你养不活的多肉,乳回多肉的 好了,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方法对大家有帮助 前提下,千万不要随意帮动啊 这种植物,它是一种洗光植物 给它放到一个散射光的位置 特别是窗台边就可以了 这样就很好的把它养出状态了 好了,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方法对大家有帮助 好了,下期再见